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呢 我们是捐住了有100个基础食物栏 每一个基础食物栏呢 是大概可以维持一个四口之家 一个月的需求 那么这次采购基础食物栏 我们是花费了大约9900雷尔 折合成人民币呢 大约就是12000元 因为新冠疫情 巴西的经济受到了影响 所以物价呢 上涨是非常的快 一个基础食物栏的价格 从原本我们去年购买的60元 已经上涨到了将近120元 这个大男孩 名叫西楚衡 是李约热内卢英国学校高二年级的学生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巴西爆发 他曾和其他三名同学一起 通过网络筹集善款 为李约平民区的居民捐赠过六批抗疫物资 这一次已经是他们组织的第七次捐赠了 一名年仅16岁的少年 是怎样募集到这些物资的呢 他又为何在疫情严峻时刻 一次次来到马类平民区 为这里的居民送来米面的食品 2020年2月底的狂欢节过后呢 新冠疫情就开始不断地在整个巴西进行扩散 当时呢 大家的心里难免都是有一些不安 有一些畏惧 所以说每天都会关注大量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新闻 在这些新闻里呢 可能让我最感动的 就是那些在背后默默无闻 付出的志愿者 还有一线的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医护人员 于是呢 我就把他们当作为偶像 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能够帮助到身边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人 无以善小而不为 西楚衡说 这是他在看到各种疫情新闻后 想到的第一句话 疫情初期 他曾了解到一位学长 正在为流落街头 无家可归的人捐赠盒饭 他很想加入其中 但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我就一个念头 不能去 当时疫情已经十分严重 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还有许多疑似病例 也没有得到完全的隔离 孩子出去捐赠的话 感染的几率也非常大 那么作为一个母亲 我是不愿意让孩子去冒这个险的 我对这件事还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 第一是 只要是做事 多多少少要冒一定的风险 所以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下 怎么样采取一些措施 让风险可以接受 如果是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事就是可以干的 西楚衡的父亲 名叫西宗岳 是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的员工 2011年 因工作调动 举家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生活 在了解到儿子的想法后 夫妻俩起初非常担心 但对于儿子能有这份爱心 仍会感到十分欣慰 全家人几经商量 最后决定 去帮扶一个在马类贫民区的交响乐团 马类的明日乐团 其实上是一个慈善乐团 乐团里的成员的年龄呢 跟我都差不多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乐团的成员们呢 还是不断地在克服着种种困难 坚持着练习 继续追逐他们想成为音乐家的梦想 我觉得呢 在疫情这样艰难的时期 帮他们一把做黑暗里的一盏明灯 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我想呢 就是可能给这个穷人啊 就这样 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 西楚衡很快联系了他的三位华裔同学 赵启臣 王健桥和吴展鹏 四位同学一起只用了一周时间 便创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慈善组织B1 并计划通过募捐的形式筹集资金 为马类平民区的乐团成员购买防疫物品 为了顺利筹得捐款 四名高中生分工合作 同时动员身边有意资助礼约平民区的朋友 加入进来做志愿者 领袭楚衡没有想到的是 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和团队便募集到了两万多元人民币的善款 于是开始快马加鞭的筹备需要购买的物资 我是先联系到了乐团的团长 他告知我们社区当时许多家庭都吃不饱饭 所以说可能基础食物栏更加急需一些 当地有一位华人好心人 他不仅仅帮助我们筹集到了更多的捐款 还帮助我们找到了最便宜的供货商 每一个基础食物栏里大概有14样物品 包括最基础的米面 油 盐 糖 还有巴西人最爱吃的黑豆 只合成人民币一个基础食物栏大概是60元 2020年5月27号 西楚衡和朋友们用筹得来的2070元人民币 为马类平民区明日乐团的团员们 捐赠了第一批物资 200个基础食物栏 紧接着又在6月10号 捐赠了60箱720瓶医用酒精 第一次捐赠我们和乐团约定了一个地点 在那里交接物资 再由他们分发给MudEd的每一个家庭 在捐赠的第二天呢 看到乐团团长给我发的一些照片和视频 能够看到每一个家庭脸上的笑容 我感到非常感动 觉得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能对于我们就是舍去自己的闲暇时间 但是对于平民窟的每个家庭 就是一份温暖 一份爱心 第一次成功的捐赠活动 让西楚衡信心大增 他没有休息 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募捐活动 然而这一次 他却遭遇了B1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次困境 捐赠完60箱酒精以后呢 我们就只剩下6000块钱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呢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捐款 那我们就考虑到 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许多家庭面临着失业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 非常充裕的资金 来帮助B1 来帮助平民窟的人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主要这个 筹集这个资金的问题 咱们就是那个 头脑风暴一下 brainstorm一下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毕竟做的这一件好事 是值得我们去坚持下去的 但是说实话呢 我当时的心里 也是非常的焦虑 因为假期过后呢 我们就没有非常多的时间 去投入到 这个慈善组织当中 所以只有当时 那么一小点时间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尽快筹集资金 几位年轻人绞尽脑汁 尝试了很多办法 但都没能成功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我就考虑到了 当地有可能有一些华人组织 他们非常愿意去帮助 这些贫困社区 所以首先我就联系了 一个华人组织 他们每个人都在这里 有一些自己的小生意 就这样 我们又筹集了一笔捐款 就在这个时候呢 时光也传来了好消息 说他们帮我们联系到了 和平统一促进会 为我们筹集到了更多的捐款 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捐助 马来贫民窟 我们整个捐赠场景的一个画面 好了 那现在呢 人已经都到齐了 我们现在呢 就在做最后的准备 准备开始 我们捐赠仪式 从我们得知B1这个慈上组织 是由四位青年的乔二代组成的时候 那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欣慰 这四位乔二代已经在抗议期间 帮助了很多巴西礼约的平民了 那这样子让我们也可以更好的 去宣传中巴友谊 更好的提高了中国人在外的形象 那这样的好事 当然是值得大家去一起扶持 大家去一起支持的 就这样 就这样在李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许多华人社团的帮助下 西楚衡和朋友们的捐助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下去 截至目前B1团队已经筹集善款近10万雷亚尔 约合人民币13万元 为生活在马类贫民窟的居民 共捐助基础食物栏1300个 一用酒精70箱 一用口罩2万个 空气净化器10台 为了能够筹集到更多的捐款 帮助马类社区的民众 西楚衡和他的伙伴们 还建立了B1的官方网站 设立爱心意外的内容 希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 如今巴西的疫情仍在持续 但西楚衡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假期生活 他说新学期开始 他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学业 因为只有好好学习 才能掌握更多的本领 未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特别感谢 谢谢跟我一起奋斗的几位小伙伴们 B1所有的志愿者 和统会的工作人员 以及华人社团 也要感谢一路走来一直帮助我们的人 还有每一个献出爱心的人 新冠疫情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痛苦 但是呢也让我们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真善美 我相信新冠疫情会过去 但是真善美会一直留在我们身边 我们下期再见